墨西哥移民局十四號發現了一輛貨櫃車竟然擠了三百五十人 而且全部都是來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 居然就把這個車門給打開 那麼大批的非法移民隨機湧出車廂 由於裡頭真的是太悶熱了 許多人處於極度磕水 甚至瀕臨快要渴死的狀態 那麼警方初步調查 大部分的非法移民都是來自瓜地馬拉 厄瓜多 宏都拉斯 以及萨爾瓦多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